會變成一個像這樣子的過程 不過這個是因為那個系統處理的慢 所以它變成不會黏在地上 那要到這個運算 運算完了以後 它那個光才會正常 這個是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 運算慢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辦法很快就把這個 就是特效系統進行一些正確的運算 這個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射擊方向 跟你的瞄準器有偏差 那個主要是你的瞄準器發射的時候 跟這個做的光線這個部分比較有差異 所以呢你如果要校正 你可以使用同樣一個就是發射出來的地方 讓它變成同樣一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開放打開以後 目前的子彈是從這邊發射出去 所以它的方向跟這個雷射幣的方向 可能會有出路 因為主要是你從這邊看的時候 兩個物件它會有偏移度 那一方面就是你可以從樹脂上校正 譬如說這邊的轉角是90度 那裡到球體的這邊注意看 它的轉角 所以你要兩個轉角都一樣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依照這個部分來進行調整 那因為球體也是一樣 你可以利用樹脂的時間 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產生偏差 因為我們用手動調的話 它會有點偏差 這兩個 因為你主要是這個是連射方向的來源 這個是子彈發射的一個點 那如果你想要二合一也可以 你就把這個去掉 但是你產生時代的地方的受騰 要從這邊來 那如果你不影響城市 兩個都留著 好 這個我們上一次已經完成的是雷射光 它是因為剛剛可以看到 當我們雷射光瞄準的時候 發射它會有偏移 那這偏移呢 主要是來自於 我們在發射子彈的時候 剛所依據的向量 是跟整個球體有關 因為我們當初在發射的時候 你可以看發射的時候 我們要產生這個時代的時候 你可以看它的地方 你這樣追 追到後來來自於什麼球體 那因為它跟那個攝影機 有那個對角關係 因為它斜對角 這當然就會產生兩個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雷射鏡沒有這樣做 所以你可以把它二合為一 也就是說 這一個發射的 就是方向或者是地點 就是location或者是它的location 可以跟那個雷射病的受洗一樣 就不需要去做這些計算 這樣也可以 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部分直接掠過 這個就沒有去做計算 但是 location呢 你必須要forward 必須要forward去算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調成一樣 就是在視覺上 我們剛剛已經把球體 跟雷射病的location 都調整為一樣 在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取這個location就可以了 就是取它的location 但是不是它的location 是由這一個球體 所出來的一個location 我們把這個location拿掉 也就是說 這一段的部分呢 是我們先前為了調整它那個 就是肩膀啊那些差異的時候 所做的一些調整 那因為你採用那個雷射光瞄準的時候 它就不再是使用一個十字枕肩 因為十字枕肩它的位差是在中間 就是我們會有這些調整 但是呢 當你不再使用那個十字標的時候 這一段 我現在雖然留著 但是這一段就是等於會沒有任何作用 因為我們這邊也沒有往前走 這些都裝斷了 這邊已經沒有任何用途 但是你的rotation 你就可以使用從這裡取得的rotation 一樣可以使用or的rotation 這樣子它就會依照這個球體本身的設定來執行 那因為我們之前是使用十字標 所以才會有這些討論 那這樣子我們也可以把那個十字標取消 就不用再去畫那個十字標 因為我們那個HQI的部分 因為之前我們是去做這個十字標 當作我們的描冊 那現在我們不需要這個十字標 你可以暫時就直接把這一個結段 這樣子就可以沒有那個十字標 你可以不用把它整的塗掉 因為這樣子你有時候可能還要參考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線解掉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十字標就不存在了 它只剩下這個瞄準的瞄準點 你可以看 那剛剛有跟柯有解釋過 這個雷射光速黏在地上這個問題 主要是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的運算實在有夠慢 所以它的那個 你看要運算到一個時間點 它才會回復正常 這是運算關係 這個時候你在射擊 你注意看 你射擊出去的那個炮彈 它就會跟你這個雷射光碟一樣 雖然說你在射擊的時候 槍枝有走動 但是基本上它是打到你所設定的那個地方 在槍口爆炸那個是因為在槍口就碰到那個 就是因為我們有雷射壁跟那個物體兩個在一起 所以呢 它變成會撞到其中一個 所以會有膀胀 這個問題 這個等於是膀胀 那個子彈一出來的時候 它等於就是跟另外一個物件去做碰撞 那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必須到子彈的地方去做一些修改 就讓它碰撞到的時候 不要產生爆炸 因為你要記錄你所碰撞的這兩個人 都不允許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 你需要去你的子彈的地方去做一些判定 當這個球體碰到碰撞的時候 我們就得去判定是誰 如果沒有判定是誰 那當然它就會直接進行爆炸這件事情 這邊會直接直接爆炸 那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做任何判定 就是我撞擊到誰 因為這邊是直接目標而已 但是我們沒有去判定那個目標是誰 如果我們要去進行判定就是把這個做question 這個是判定那個對方也沒有做branching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要截掉剛剛的現象 因為我們有兩個瞄準口 那如果兩個瞄準口 你可能就趕快一個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情況 有兩種解決方法 一個是在這裡加入判定 另外一種是非常勾然 但是比較快速的解決方法 就是在這個配置的地方 你可以點這個球體跟雷射幣 那這兩個你可以把球向前一點 也就是讓它往前一點 就不會碰到這個雷射的受死 只是它發生前面一點 那讓它深層的時候 就不會去直接碰到這個雷射受死的東西 也不會碰到燈泡 那這樣子它就不會產生撞擊 這樣的方式也一樣可以解決 這個問題 它有時候還是會碰到 主要是有這兩個方式可以去解決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完成了有關射擊的部分之後 接著我們開始需要給定一個面板 接下來我們需要做interface 好 那我們再說明一下interface 我們要怎麼做 第二個呢 我們還是會需要到 用到這個 my character的部分 但是只但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氣溫系統先暫時不做 而做另外一種方式 所以我們會用到要改my character 還有我們要去 另外一個地方去修改 那就是在這個group print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level blueprint 好 因為每一個關卡都有一個獨立的level blueprint 所以我們待會才會來改正 所以今天的 UI的部分 我們會需要有這兩個部分會去做修改 好 來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什麼去做以外的部分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真主不要 毛巾柳子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要進行us interface的製作 他的整個製作流程 他的整個製作流程 大致上的一個流程 先去建構這個 widget 待會我會帶各位走一趟 建立一個新的 widget 以後 打開 widget 去編輯 設定所需要的欄位 這些欄位如果需要有程式 來填補資料 那需要的這個欄位呢 這樣我們就要幫他編輯 去處理資料問題 這樣子是完成了一個 widget 的工作 把 widget 建置完了 我們再到那個剛剛的 Level of the Play 這個地方 去把它加入到viewport 把這個 widget 加入到viewport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使用另一個 建討的 widget 好 那我們怎麼去建構 widget 一開始 我們在這個 我們整個 project 的地方 按右鍵 然後在 user interface 底下 去找到一個 widget 也就是 按右鍵以後會出現這個選單 那底下呢 會有一個叫 user interface 的選項 在這個選項之下 在這個選項之下 會有一個叫 widget board print 的這個選項 當我們選擇了 widget board print 它就會幫我們建構一個 code 的 widget 的一個檔案 那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 先去進行欄位的編定 那欄位編定就跟一般操作一樣 所以待會兒我們先到這 那編定完了以後 我們再去選程式 選程式 在這個 widget 編定器裡面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designer 就是剛剛看到的欄位設計 有一個是 black 這個就是程式設計的部分 所以待會兒呢 我帶著各位 把這一段完成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樣子的 widget 呢 我們顯示一個面板 控制我們總共有多少發射彈 然後我現在發射幾發射彈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顯示就可以 那這個是屬於關卡的一部分 譬如說你在這個關卡上 你總共用了多少發射彈 前進的時候可以打掉多少的怪物 或者是對象 那那個部分是屬於整個遊戲關卡的計分 那差不多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去進行的 好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 widget 然後再慢慢的把整個規則把它填補進來 我們先用最基本的最簡單的方式 那就是說我在面板上顯示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我總共有多少發射彈 然後我現在發射幾發射彈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這個 group frame 的控管區 按右鍵 選擇底下的 user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底下呢 有一個叫 widget 離開這邊 因為這邊有一個很好的東西擋住的 在底下這邊也有一個 widget 那假設目前這邊把它命名叫 main widget 這主要的一個面板 好 當我們建構一個新的 widget 以後 接著呢 把編輯打開來 各位打開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線 就是指的是整個螢幕的寬度 那這個時候你要決定你的螢幕到底要用多大的 也就是你發布遊戲的目標設備 它的螢幕到底是什麼解析度 那如果你要調整它 你只要按這個 有一個雙箭頭的這個部分 壓著 然後就可以拖拉 你就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一些 標準尺寸的螢幕 譬如說像這個是 1136×640 那這是1280×720 那有好幾種不同的 size 你可以把它縮小一點點 然後再來看它就有這麼多不同的尺寸 那你根據你要發布的那一個設備去決定 譬如說我們教室大波 這是1920×1080的 我們現在就選這個 好 那你放大以後就可以 請做比較好的視覺 你可以縮 縮完了以後 你在拉就可以看到二種尺寸 好 這等於是一個畫布 接著我們在上面畫東西一樣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透明玻璃 要放在桌子上 那我們在上面附件任何的東西 好 首先我們先附件提示文字 提示文字呢 好 這個是讓我們可以輸入文字 或者就是可以改變 改變它的文字內容 那或者是直接當作顯示而已 好 那這個文字呢 假設我們想要顯示 總共有多少花 總共多少的一個子彈 假設我們用通常好了 好 用總數 好 那我們把這個文字當作的類似標題 一樣的這個用途 那接著我們要看的是對位 它依照什麼地方來對位 左上角這個像有點像太陽花這樣子的一個符號呢 就表示說這個元件是用左上角這一點當作依據 來當作是它的坐標的依據點 好 那如果你是要靠右的你可以對右 那靠中的你可以用中 就是移動 就壓著這個東西點 就可以進行移動 這個就是會變成是它的對位點 每一個元件都可以有它自己的對位點 好 那假設這個我們想要當作是提示字眼 所以我們就是讓它靠右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編集它的文字的方向 像這邊是讓它變成靠右 所以它會變成是這個樣子的 好 好 那當然接著就是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直接使用Dubricate 或者是再拉一個都一樣可以 就是兩種方式都允許 反正你不管是要Dubricate 或者什麼你都還是要重新對位 好 那這兩個的對位一樣 假設說 那我們發射 發射了多少發 這個是我們的標題 但是呢 我們想要把那個數值 跟動的數值 讓它能夠顯示 依照我們真實的狀況來去顯示 跟接著我們一樣 就是把這個text 拉到後面 但是這個數值呢 就是要變成一個變動性的數值 所以我們先把它數值歸為0 就是讓它靠左沒有關係 那待會我們要給它特定的命名 這樣子我們比較容易能夠理解我們自己的命名 那另外一個 比如說 一樣可以使用Dubricate 好 這兩個對位都是一樣的 剛剛用Dubricate的關係 好 接下來我們一個一個把它命名 這樣子我們比較容易清楚的識別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我們就把它命名叫Poto 就是這個text後面 我們加一個叫Poto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能夠識別 然後這個是改名 然後這個是改名 好 這樣子我們就能夠識別出來 這兩個不一樣的欄位 但是這兩個欄位的數值要重拿起來 因為我們要記錄 總共有多少發的子彈 還有現在已經發射停發子彈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最好的方式是 把它記錄在子彈發射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的子彈發射是從 玩家角色的地方發射 所以呢 我們可以再買Dubric的地方 來進行這一段紀錄 那我們剛剛的Vidget呢 就待會兒再回過頭來更改 這兩個人所要獲得的數值 好 我們先回到MyCurk來 為了要剛剛的方式 我們先去記錄 總共多少發的子彈 但是呢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先到一個變數 就是在Vidget這個地方按加號 就是我們用Toto 但是這個Toto呢 就是意思是我們要總共要發射的 內多少發的子彈 當然你也可以寫得更詳細一點 比如說Toto 也可以或者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好 好 比如說你把它命名叫Toto 但是呢 因為它是有數量 所以呢 我們需要把它調整為整數型 Vidget 這樣子代表說它的數值 是從0.1.2.3開始 那到底它有多少呢 總數呢 當然也就是說 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你在Begin Play的地方 檢定它數值 一個是固定 就是預設 那這樣的話你先按Compile 它會出現一個數值 假設我們總共10發子彈 那你就直接在這邊輸入10 這樣子而已 那這樣子意味著說 我這一局裡面總共有10個子彈 當然你可以用變動的 那我們目前為了方便請見 我們就先用固定的數值 就是你這一局裡面總共有10發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去控管說 10發打完了以後 是不是要做什麼事 我們暫時先把這一段放在後面 好 那接著就是說 你每發射一發子彈 你需要有一個什麼 技術器 所以呢 我們也要加一個變數 然後把我們這邊再增加一個 好 譬如說怎麼發射 你兩個用Comp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這樣的命名 只是不讓兩個命名 只要一致而已 好 那這樣子 雖然我們已經宣告了 兩個變數 但是呢 我們要讓剛剛的Widget 能夠索取這兩個變數 這意味著說 這兩個變數 我一定要讓它變成是透通的 也就是公開的 那我們怎麼做呢 就在後頭這邊 繞起來的眼睛 打開來 這樣子表示說 這兩個欄位 會在外面的物件也可以 也可以取得也可以變更它 好 好 那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需要的是 去Fyre的地方 去增加這個Fyre的Projector 好 我們到發射的地方 好 在這邊做Fyre 因為我們在這邊進行Fyre 在這邊已經產生了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之後 這個之後 這個之後我就可以去加1 好 因為這邊可能是播完那個聲音 好 那這樣子 我可以在這後面進行一個Count 就是在這個Fyre把它加出來 然後按Send 也就是發射出去以後 把它進行加1 那這樣子 這個數值要從哪裡來呢 要從它自己 我們Get 它自己加1 好 我們用加法 好 自己加1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為剛剛的這個發射的 保存的數量 進行加1 那我們目前並沒有去控管說 你如果超過了 要做什麼事 我們暫時還沒有做這件事 我們現在只想要從Widget的地方 去觀察Total跟Fyre的數量而已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先回到 我們剛剛的Widget 因為我們主要是回來 先告這兩個數值 讓我們再回去 到剛剛的Widget來 好到Widget呢 因為我們需要從 My Capital身上 去取得那兩個數值 所以我們需要在這個Widget的地方 保存這個character 這個人是誰 這樣子的話 我們需要在Widget這個地方 去點定這個變數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我把時間先交往給各位 各位稍微練習一下 雖然今天沒有辦法給各位 有很完整的時間練習 但是各位還是稍微練習一下 先把這個Widget 表出來 然後把這個character 去增加兩個變數 待會不會過頭 我們再來進行這一段落 好 我先把一幕還給各位 是做到一半 還沒有把另外一半完成 我先切完一幕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今天下課時間 可能稍微延長一點點 好 剛剛呢 我們為了要把這兩個數值 印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在 我們自己的character 玩家角色裡面 增加了兩個變數 那在我們遊戲當中 的所有數值設定 你可以放在任何的外加檔案 但是最好的方式 是放在玩家角色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任何一個元件 或者從任何一個關卡當中 唯一能夠取得到的 就是玩家角色 我們可以利用 Gap Player 就是Player Gap Player 或Controller 都可以去取得這個玩家角色 好 那我呢 跟各位說明一下 現在我們在把玩家的這個數值設定 設好了兩個變數 而且 這個眼睛打開了 就是公開的意思 那回到我們剛剛做的Widget 接下來我們想要讓這兩個欄位的數值 來自於玩家角色的 剛剛的那兩個欄位 那我們怎麼樣使用呢 第一個 我們要先把這一個欄位 跟一個函數 細節 就是綁定 綁定 綁定一起 那你可以看這後面 它有一個數值的地方 就是Content Text的地方 後面有一個Finding 那現在是Counter 我們要跟某一個函數 就是一個動作 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可以往下切 它有一個叫做Create Binding 就是建構一個新的綁定的函數 所以我們按Create 剛剛的地方 就是在Designer這個地方 現在我們已經切到Grade 就是切到程式的地方 我們再切回Design 然後再把另外一個欄位的綁定 就是Content的這個Binding 我們一樣在建構一個新的Binding 好 這樣子總共有兩個綁定 你可以看一個綁定 兩個綁定 它會變成是一個函數 好 那接下來是這個綁定中間的數值 要從玩家的這個My Character 身上取得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 把玩家角色帶進來呢 好 首先 我們要幫我們的這個Widget 這個Blueprint 增加一個變數 就是在Valable這個地方 增加一個變數 好 那這個變數呢 我們就是用這個My Character 好 那我可以把它命名叫My Character 但是實際上就是My Character 但是我要把這個欄位的形態 不是布林子 我們要把它切換成為一個物件形態 而這個物件是什麼物件呢 就是My Character 因為目前呢 這個My Character 已經是屬於任何一個object type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打關鍵字 叫做My Character 你可以打my 然後character 你就可以找得到這一個欄位了 好 也就是說 這一個形態就是等於我們所設計的 My Character 這個Blueprint 好 那我把這個My Character 把它命名 把它讓它變成同樣命名好了 這樣子 各位可能會比較稍微清楚一點點 但是呢 把它讓它有個差別 我前面在M 前面加一個底線 這樣子來整 分別說 這個是變數 這個是形態 這個只是我們命名的方法 好 這樣子之後 也就是在我們的這個widget的地方 保留了My Character的副本 好的 問題是這個副本要怎麼保留 好 我們從Event Graph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切換到Graph的Event Graph Event Graph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叫做Contract Event Contract Contract就是當這個widget被建構出來的那一剎落 好 我們只需要這一個就可以了 其他的 我們就暫時把它先刪掉 只留一個Contract就可以了 好 這個我們是可以把它縮起來 好 那Contract的時候 我們要去Set 我們自己宣告這個變數 好 用Set 設定它 但是它要從哪裡來 好 它是一個什麼 Character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一個Character object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按右鍵 取得GetPlayerCharacter 好 當我們按這個Player的時候 它會有兩種不同的資料 一種叫做Character 一個是Controller 好 那我們現在需要的是Character 所以可以GetPlayerCharacter 好 這樣子就能夠取得玩家的角色 那玩家角色因為在我們的關卡裡面只有一個 所以它的Index是0 如果你有兩個以上 那你就要依照不同的角色的編號來進行取得 那我們目前只有一個 所以這樣子呢 我就把這個交給它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以看 當我要交給MyCharacter的時候 它出現禁止符號 也就是我不能把它指定給它 那為什麼呢 因為差異在什麼 這裡的形態叫MyCharacter 這裡呢 它是一個Character object reference 意思就是說 它們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但是這裡面的確確是MyCharacter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轉型 所以利用一個叫做Cast Cast to MyCharacter 好 把這個普通一般的形態 轉換成為特別的形態 就是MyCharacter 所以我們用Cast to 去轉型 好 那轉型要在什麼時候轉 要在這之前 就要轉 所以呢 我們需要在開始的時候 先轉 轉完了以後 再去設定 那設定的時候給誰呢 這個角度怎麼來 從我們轉換成功以後的Character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保留什麼 保留了MyCharacter在這邊了 好 當我們保留了以後 我們就能夠利用這一個變數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變數名稱 來做一些設定 這個是我們剛剛所宣告的 這一個底線MyCharacter 而我們利用 GetClearCharacter 去轉換成為MyCharacter 利用底線MyCharacter來保留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切換到 剛剛所產生的兩個 綁定的函數 這兩個綁定的函數 我們要從中間去取得什麼 我們剛剛所保留下來的副本 GetMyCharacter 它是有底線 但是因為看不出來 它是有底線的東西 那我們把這個副本保留下來以後 接著我們要去取得 這個副本裡面的 剛剛所宣告的 這兩個眼睛打開東西 好 一個叫Total 第一個叫File 好 我們利用 然後用Get 因為我們要取得 Get 好 我們剛剛有一個叫Total 可以打Total 你看你可以找得到 剛剛我們在 MyCharacter當中所宣告的Total 因為這邊是要產生Total的細節 就是綁定 所以我們要取得Total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玩家角色裡面的這個變數 交給了這個藍位 好我們直接交給他 但是因為他們兩個不同形態 它會自動產生轉換 把這個數值轉成一個文字框 好 這樣子 它就會把數值 從MyCharacter身上取得 轉換成為文字 再交給我們剛剛所設定的這個藍位 好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取得一個Total 還有另外一個File 情況是一樣的 我們也是一樣 從底線的MyCharacter這個副門 去取得它身上File GetFile Projects 好一樣 我們利用轉換 這樣子它就可以轉換給他了 好這樣子我們就把兩個數值 從玩家角色的身上 帶過來 然後呢 放到畫面上的這兩個還回去了 好這樣子我們按 很快樂 然後按Play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 為什麼還沒有在畫面上 為什麼還沒有 我們明明已經做好了 它不會自動上到畫面 所以剩最後一個動作 好剛剛在跟各位說明的時候呢 我們轉換成為我們需要的一個角色以後 接著最後的一個動作 那就是我們要把這個Widget 放到Viewport去 Viewport就是攝影機 好就是玩家的控制的那個攝影機 所以我們要到Label Grove Plane這個地方來 把剛剛見過的Widget 放入到Viewport 就是放到攝影機前面前 好 我們回到程式來 好剛剛這一段 就是說從玩家角色的身上去取得剛剛設定的兩個數值 那因為了取得這兩個數值 我們呢 在綁定的地方 從它身上取得 所以我們需要保留My Character的副本 所以我們在Event Graph的Contract的時候 建構的時候 就去把這個副本取出來 保留在我們可放的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等於是一個My Character的副本 我們利用這個副本 就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取得My Character身上的公開的資訊 而我們剛剛在My Character當中 也就是公開了兩個資訊 所以我們可以取得這兩個被公開的訊息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為了要去取得的數值 那這樣子我們就把這個Widget已經做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樣把它放到攝影機的前面去呢 它就好像一個玻璃板 我們做好了一個透明玻璃板上面的圖案 那我們把它放到攝影機前面頭 鏡頭前面這樣才能夠看到 好 接著我們需要去打開這個關卡 關卡當中的Blueprint 所以我們切換了關卡 Blueprint 有一個叫做Lever Blueprint 就是關卡的藍圖 所以我們打開Lever Blueprint Lever Blueprint裡面有很多的事件 我們只要保留一個Begin Play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要在Begin Play的時候 就要把剛剛做好的Widget 放到攝影機前面去 好 這樣子也就是Begin Play的時候 完成什麼時候呢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把這個Widget創造出來 創造出來以後 再把這個Widget放到鏡頭前面去 好 創造 英文叫做Clear 好 Widget 所以你可以看 這邊就可以找到一個叫做ClearWidget 創造剛剛的這個Widget 雖然我們剛剛設計好了 但是還沒有進關卡 所以我們需要用ClearWidget把它創造出來 好 這個時候 有一個叫做Ctrl Now 也就是目前還沒有選擇 所以我們要去選擇 我們自己所創建的Widget 我剛創建的Widget 叫Main WidgetProgram 所以我選擇了 Main WidgetProgram 所以這邊全名 它就會變成什麼 Create Main WidgetProgram Widget 所以你命名的時候 你在自己要確定 好 那我創造了這一個Widget 問題是說 接下來 我要選它的Widget 這個Widget 這個Wonder是誰 因為每一個Widget都要有Player 都要有一個Wonder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Wonder 我們滑過來的時候 它是所謂什麼 PlayerController 你可以看到 上面有那個提示字眼 叫PlayerControllerObjectReference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去取得PlayerController 剛剛有跟各位說明 我們在Player的時候 可以Character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Controller 我們剛剛是取得Character 因為剛剛那個地方叫Character 而這裡 要的是Controller 所以我們選擇 PlayerController 這裡可以看 GetPlayerController 好 交給它 那因為只有一個玩家角色 所以我們用0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我們就創建了一個屬於它的Widget 好 接著我們要把這個Widget 加到它的鏡頭前面去 所以呢 我們要Add 加入 加入到哪裡 Add to Viewport 好 Add to Viewport 好 加到Viewport去 那 加到Viewport 加誰呢 加誰 就是加剛剛產生的這一個 這個是 產生給它用的 所以我們Add to Viewport 也就是加到它的鏡頭前面去 所以呢 加的是誰 加的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Widget 所以你可以看 當你滑過來 它有告訴你 UserWidget object 所以就是說 你需要給它 你剛剛創出來的整個Widget 那這樣子 我們按困擺了 再按可以 好你可以看 左上角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那個訊息 就存在了 而且它一開始 就先顯示了 10個POTAL File是0 在這個時候 我們按 發射 你可以看那個數字 就會變更新了 好 OK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製造 所有的 適合用在 玩家角色身上的一些訊息的公告 就是讓整個遊戲 可以把這些訊息 寫條之類的 就放到這邊來 那寫條要怎麼製作呢 即使也是要Widget 但是呢 在創造Widget的時候 我們一般用Slider 這個東西比較適合寫條 比較適合寫條 這個Slider 你可以把背景的顏色 StuffBot的顏色 比如說 要用紅色 它就會變成一個紅色的Bot 那 你用這樣的方式去調整它 Pedro 剛剛就是 有這一個 好 左邊有一個那個 類似Bot移動的東西 你可以讓它不同顏色 那個牆壁 或者不同顏色 都可以 你可以替什麼設計都可以 你可以看 讓我們 可以看到這個Bot 好 但是它的數值呢 你就必須要設定 譬如說你要有百分比 那你的設定的數值 就要給它的 就是1 就是0到100 就是你自己決定 它的數值 因為它會有Value 這個 Slider 它會有Value 這樣子就可以製造 這個Value 最小多少 譬如說 最小是0 最大是100 那這樣子的話 也就是說 你就是用百分比 那你也可以用0到1 那就是 所有的東西除100 它就會變成0到1的結果 也可以 這邊你可以用100個整數 或者0到1 那如果是0到1 譬如說我們剛剛發射百分比 那就是0除以10 就是它的百分比 所以就變成我們這樣子 就是0到1之間就可以了 發射了18除以18 那就是1 所以是0到1 這樣子也可以 好 那這個就是製作血條的方式 那數值的取得都是一樣 也就是說 你這個數值 要用Byte 的方式去處理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 像血條 至於說Stile 你為什麼會有光 你要用光 你可以自己去製作就可以 這個沒有任何技巧 就是純粹數值 怎麼設定 血條有兩種表現法 一種就是1到100 就是純數值 那另外一種就是0到1 也是表示百分之百 就是所有的數值除以100 那就一定是0到1 那如果你是原原本本的數值 那你就是 在這裡面 Maxima就設為100 最小的為0 這樣子的話 你送進來的數值 就不用先算了 先不用除 就直接把真實的數值 打進來 譬如說我們剛剛 這個數值 假設總統是100 File 是0到100發 那這樣子的話 你到底總共發射了幾發呢 好這樣子 你就可以總是來做 你看 這是什麼 那這個 啊 形態 無線條 那 假設這樣子 我就是 不去算百分比 那我就是0到1 然後他就 飛一走 好我去做歪 好 他的數值 按理講就是 我們要給定他的那個數值 就不需要用到 那個File除100 因為我們裡面已經設定了100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只要給他什麼 給他File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 只要給那個File 這樣子就好像血條的一樣意思 好 因為我們剛剛是設定100 但是假設我們是只有10發 那我們剛剛的設定 這是什麼 那一邊嗎 剛剛的設定 最大值就是10 就表示10發 這樣子才會形成那個血條的百分比 好 這樣你可以注意看這個血條 那麼快一發的時候 兩發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那個百分比的 一個前進 只是說形態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而已 這個就是 血條的製作方法 就是一樣 那至於說 他的形態 要長成什麼 那個只是 顏色 或者是 背景圖 所要做的一些東西而已 就 那個部分 就是各位在一起 架工 就是 利用美術的方式 去把它加工 所以說你後面 要不要一張圖 或者 有沒有其他顏色 這些東西 可以自己去做 好 大致上 UI血條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了 好 讓我把螢幕交給各位 好 那我把螢幕交給各位 好 他現在東西都閃接了 你要把它看 好接下來 我們來談談 有關 關卡的選單的部分 我們利用 關卡 也要用Vid 不過這個Vid的做法 跟剛剛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好 除了 從 關卡的 這個Profin啟動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從 城市當中的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啟動 好 我們首先先建立一個圖選單 好 我們去建立的是Main menu 裡面呢 有一張圖 在設定這一定不用了 就是resolution 就不用了 那個意義 那我們就去建構 關卡一關卡二就可以了 就是關卡一關卡二跟結束 這樣子的選單就好 這樣子的選單就好 關卡一我們已經有做 關卡二 我們再做一個空的關卡 然後為主選單 也建構一個空關卡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進行 關卡中的切換 好 做這個關卡的Widget 跟剛剛的過程一樣 所以我就不多說 我就直接帶著各位 進行這個製作 這樣子比較快 那最後也是一樣 就是寫腳本 好 首先我們先為關卡檔 來做一些改變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關卡 把它rename 變成一個Level One 這是關卡一 把它命名叫做Level One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一個關卡一 那我們再去創造一個關卡二 的一個空的關卡 就是他們有資格 我們先用一個隨便的一個關卡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空的關卡 好 那我們把它鎖起來 輪到我們自己demo的map裡面 那我們把它定名叫做Level Two 那是全部解開 Level Two 的底線的map 好這樣子我們就有兩個關卡檔 那這樣子兩個關卡檔呢 主要是能夠進行關卡一跟關卡二 但是我們要為主選單 建構一個關卡 所以我們按右鍵 就是剛剛的這個Level 就是外來這邊一樣 再去一個Level 那這個Level呢 我們什麼都不需要 不需要有這個關卡的東西 我們只要有一個空的 Equity Level就好了 空關卡 好這個空關卡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存檔就可以了 待會再回覆我們來改 我們先存檔 把它叫做Mate 主要選單 Mate 我們把它定名叫Mate Mate 好這樣子它是空的 沒有任何東西 好現在呢 我們先過去這個Widget的地方 去創造我們自己的選單 好我們一樣按右鍵 User interface 選擇Widget 好這個Widget呢 我們把它就當作User的Widget 然後呢 我們後面什麼都不用了 就是直接用選單 好假設我們是Mate Mate 好我們就宣告它 當作一個Mate 假設我們是關卡的終結 GameOver 好我們用GameOver來代表就好 怎樣 我們按右鍵 Widget 好一樣我們用 Mate 好我們總共做兩個Widget 那圖呢 各位就是隨便抓 就是 你有什麼圖就抓什麼圖沒有關係 就是隨便用一張圖 就是 把這一張當作 待會我們要用的圖就好了齁 我覺得可以拉一些 對 對 對 這邊已經有GameOver 但是沒有 這就是 這樣不就好了 好 他們挑一挑去的 一頂叫Mate 一頂叫Mate 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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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子我們就把那兩張貼圖 先把它帶進來 一個是 GameOver 一個是 MateMate 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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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圖 剛剛都不應該抓 隨便抓一張背景圖 隨便抓一張背景圖就好了齁 隨便抓一張背日圖 然後再把一張GameOver抓進來 然後再把一張GameOver抓進來 好 這樣子我有兩張圖 好 這兩張圖就是我們待會創造Widget的時候 好 好 我們先打開剛剛的Widget Wi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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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做MateMenu 好 把這個MateMenu 那剛剛有跟各位說過 這個 大小 我們都切換成為我們這台電腦1920 好 這樣子我們只要做一個背景圖 先把這背景圖拉進來 好 image 好這個image呢 我們讓它對中 就是把這個東西啊 讓它對中 好 那什麼地方才是對中 自己去看那個數值 什麼去對 才會是對到 才叫中 好 這個應該是這個 好 假設這邊是當中 那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 原件啊 Widget 射你 那還是中 因為它是靠 靠你上方對你 這個原件的左上方 所以呢 這個時候 你可以去調整 它的這個 這個 因為跟大小有關 所以我們開門的 先跟大小 先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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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呢 你可以去選擇 它的那個 圖的內涵 它會幹嘛 讓它變成這個蠻殼 選擇 或者是不用蠻殼 好 這個就是 音樂型的調整 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整個畫面 會是以這個當作圖畫面 那 我們接下來要創造的是一個 在中間的選單 好 類似方塊 這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 在這裡面去選擇 一些容器 那 這些容器呢 就是協助我們 來感受裡面的所有組合 我們可以選擇 火龍塔的 或者是 Molecule Molecule就是 縱向的 火龍塔就是縱向的 好 那我們就選擇一個縱向的方式 這是什麼 廢關 不要 不要 整個都不要 對 我不要太多東西 那在這個縱向Bus裡面呢 我們加入 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樣太多了 一個代表 LV1 一個LV2 一個 三個 所以我們在這三個裡面呢 去 在這個MoleculeBus裡面 再增加Button 再 拉到這邊來 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Button在這邊 那 這一個 第一個Button 我們把它變成 叫做 Button LV1 可以刪掉嗎 好 那這個就是待會兒 我們要Click的時候 我有存檔 沒有用 那我們先把三個都拉進來 好 Button的LV2 不要 那不要 之前做的物件 就把它全部拆掉 然後轉出 那不要 那不要 好 我們再拉一個 我還要穿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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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巴ton的Quick 跟遊戲的結束 那不要 那要留著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讓它們 變成一個 它的Style 對不對 各位可以從這個Style 就是 像這個Pedding 就是它的 就是旁邊的填充 這些東西 你可以去慢慢想 那我現在呢 就先在這裡面裝上文字 在這個Pedding裡面裝文字 就可以了 這裡面也可以裝圖 喔 假設裝文字呢 那就是 用Text 拉文字到這個 Pedding裡面來 好 這樣子 我就可以把它 在文字啊 要等Level1 就是表示說 因為我現在沒有做主了啦 好 好 他就選擇Level1 那自己說文字的大小 各位在自己來決定 可以拿大一點 好 那第二個呢 也是一樣 我們把文字 拉進來 那顏色 各位自己再去設定 好 他是 用一個 Level2 那至於說到的名稱 這個是 名稱 名稱 名稱的話 你可以 依照自己的命名 就是這個Button 這個Button的部分 我都忘記了 前面要省掉了 好 那文字有沒有命名 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只是一個顯示的內容而已 那 第二個文字一樣 我們也把它 用來48的文字 他省掉 剛剛叫48 你別忘記 前面的文字 48 沒有錯 我這樣48 明顯變小 這個48 變得很小 一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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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都一樣 好 沒關係 對 第三個 嗯 我們現在都用文字 那如果你要塗 你就直接插塗 好 那我就是暫時用這三個Button 來做不同的功能 在Button的地方 他有顏色的設定 例如說 你Normal的情況用顏色 假設Normal就是還沒有暗的時候 我是什麼顏色 然後假設全部都用這個顏色 當作Normal 因為顏色代表你要統一 所以變成你自己要能夠記住 你用了什麼顏色 快哦 你要下課了 我要把它塗掉 可是為什麼你床看起來很大 床這樣 床看起來很大 然後影子超低 可以打房間稍微瘦一下 Normal 不要那麼大肩 我覺得你那個床才要瘦一下 好 第三個的 第三個的Normal 低的椅 又不再用顏色 低的椅 拉高 好 稍微深一點 好 OK 這個是在Normal的情況下 但是我們滑過去的時候 是什麼顏色 Hover的時候 是什麼顏色 好 Hover的時候 好 不要淡一點的顏色 好 那一樣 記錄一下一個顏色 好 好 到第二個 Hover的時候 好 這樣子你就可以 設定滑過去 跟沒有滑過去的時候 它的顏色的一個區別 好 Hover的時候 好 好這樣子 我們就先把它做好 還沒有任何作用 好 我們先開拍了 好 先扯起來 然後呢 這個Widget 我們在剛剛的 空的關卡 就是Map Map這個關卡 的地方 在它的Bootprint 打開這個Bootprint 好 一樣我們留下 Event Begin Playing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先去建構 先去建構 Create Widget 好 Create哪一個 Widget呢 就是剛剛我們建構的一個 叫 Main menu的 Widget 好 這個時候 它的Women 也是一樣 它就是一個 Wi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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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它就是剛剛的選單 你滑動的時候 它就有不同的顏色 好 那接下來是它的作用 目前你Click沒有任何作用 Click沒有作用 好 接著我們讓它發生作用 就是在剛剛的 Main widget 這個地方 好 在這個 Level 1的這個 Botprint 的地方 它底下 有一些事件 其中有一個事件 叫做 On Click 就是已經被點擊了 好 那你去做什麼事 好 剛剛呢在同一片裡面 我告訴各位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 要OpenLevel 不要 不要 這不是兩番 好 我們要去執行 另外一個Level 好 這個是設定 因為我們今天不用去設定 因為設定這個 會跟你的作業系統有關 就慢慢的是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 我們要的是去做 OpenLevel的觀察 然後是抽到 蛤 我就覺得好像太大了 好 首先我們第一個關卡 Click以後 我們要去OpenLevel 那OpenLevel 就是打開關卡以後 我們要把自己移除掉 把自己那個Widget要移除掉 所以我們要 Remove from Parents 要把它移掉 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有 那個Cursor 就是滑鼠的鼠標 另外如果你沒有滑鼠指標 你沒有辦法去點 所以我們需要控管 那個滑鼠的 那個鼠標 也就是說 你要從這個Widget的地方 去控制這個鼠標 好 好 當我們按Play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有鼠標進來 那 可是當我們 到下一個關卡的時候 如果還是有鼠標 那我們下一個關卡 就會出現鼠標 所以最好的情況就是說 每一個關卡的前面 就是已經Play的時候 去設定 你到底要不要有科手 而不要有一個關卡 去控另外一個關卡 好 這樣子會比較影響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 在自己的這個關卡 去設定別人的內容 好 我不需要去設定別人的內容 我只要設定我自己的內容就好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 我們在這個Maintain的地方 好 我們去設定 我們去設定 我們自己的這個 Graph 好 在Maintain的地方 去設定 或者是在我們自己的關卡 去設定 在我們的關卡 就是 Maintain的地方 他也是一樣給了一個 Levelable plan 我們剛剛在這邊增加了威脅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威脅之前 先去create 也就是說讓我們這個關卡 可以修有滑鼠的指標 讓這個關卡呢 可以修有滑鼠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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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也是一樣 要有滑鼠的指標 然後他也是一樣 要有Ctrl 兩個就可以共用 那如果你打勾勾 也就是進入這個關卡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鼠標 就是這樣 他就可以有這個鼠標 但是如果你關掉 如果滑鼠不會到這裡 他進來就不會有鼠標 這樣子 點進來就沒有鼠標了 你看這個時候就完全沒有鼠標了 所以就變成 我們需要在一開始設定 在我這個關卡有鼠標 所以當我點進來以後 你看看 這個我進來已經點進來了 他就還是有鼠標 但是下一個關卡 要不要有鼠標 就由下一個關卡自己來決定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第一人稱 設定的時候 那都不要 拉到壞掉 好待會再設定好了 我們先把這邊完成 好這邊設定了 有鼠標 那我們在這個Widget的地方 就不用去管他的鼠標問題了 我們只要管我自己的樂部就好 那剛剛我們所設定的 這一個Button1 選擇Click 然後這個Click按加 這個時候會進來做Click的事情 這個Click的事實上就沒有意義 好他做什麼事呢 我們要去Open Level 所以我們待會要去做Open Level 做完了以後 他要把自己移除掉 所以要Remove from parents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做Open Level的事情 打開關卡 Open Level By什麼 我們要把Name 我們要輸入內的關卡的名稱 比如說剛剛是叫做Name 你只要打他名稱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打開這個關卡 好 那Level2呢 就是剛剛在Open的第二個 一樣我們回到Button 然後按第二個 好 一樣 按第二個 好 我們再去把第三個 好第三個Click 好這樣子我們就三個任務都擁有了 好 一二二二他們的那個不都一樣 好 就是要Dubing 比如說這邊改成Level2 那Level2以後 執行了以後 我們需要把自己的這個物件 那個Widget 因為Widget要移除掉 好 所以我們要 remove from parents 好 要把自己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Widget 所以是自己就是一個Widget 我們要把自己移掉 不管你是去開第一個關卡或第二個關卡 自己都要移掉 好 兩個都是一樣 但是Quick呢 因為Quick它是直接就把程式關掉 好 它就是整個Game 就直接被移掉 所以呢 它也就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去執行你目的動作 好 因為整個遊戲都被移掉了 那就不要再移了 好 所以之上 它只要把整個程式被移掉 在我們按卡牌的時候 就有 就有 就是 按那個 實際打卡的時候 它就會把整個遊戲給關掉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有自己的主選單 好 當你選第一個的時候 好 你可以看 會進到我這關卡來 好 進到我們這關卡的時候 你按 點進去 這個遊戲本身 好 就可以進行了 好 那在這邊 Game Over的時候 我們才切回到剛剛的關卡 所以我們需要有Game Over的事情 在這邊 我們只是做一個主選單而已 那Quick呢 我們先去測試Quick 那因為待會我們還要在關卡1 去加一個關卡回到主關卡來 然後按Quick在這邊關掉 好 那 關卡2 還是進入到一個空的關卡這邊 好 那問題就是說 我們這邊是有去無回 有去沒有回來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在關卡的結關的時候 再讓它回到主選單單 所以在這邊我們所做的就是一個關卡的切換過程而已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My Character 因為它是在任何一個關卡都會有的 那就是假設我們實發子彈射完就結束好了 我們先用最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當這個玩家設定 好 這個File 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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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設定的Facement 我們就 呼叫Game Over 我們現在是最簡單的規則 最簡單最簡單的規則 十方子彈打完就Game Over 好 接著 我們還是一樣 去到 我們剛剛設定Game Over的地方來 好 一樣 我們設定它的Size 在這邊 我們做一個Game Over的Imaging 設定一個Imaging 好 我們讓它對中 這個Imaging呢 去找剛剛的Game Over 好 我們把這個Game Over 調到我們自己覺得滿意就好了 好 然後呢 這個Game Over出來以後 我們只要一個按鈕 就 回去 主選單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用一個Button 好 這個Button呢 就當作回主選單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用一個文字 好 至於說 顏色的設定等等 這個就跟剛剛的各位的設定是一樣 那各位再自己去做設定 顏色部分 老師就不再設定 就直接從這裡 好 一樣 我們去幫他 這個可以做 他的事情 那因為他要回到剛剛的關卡 好 回到的關卡 其實是一樣 就是用 這是一個open Universities 逍遍 那麼 剛剛的那個web 是叫做 European Ever 那 選aper 都一樣 然後呢 關閉自己的Web 因為這個本身是一個Web Pandemie 好 有沒有 來了 好了 assim 就是把自己這個關卡的這個位置把它關掉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回到前一個關卡 就主選單 那問題是什麼時候把這個位置叫出來呢 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character發射子彈的位置 假設我們今天說子彈射完就結束 好那我們去判定 用判定什麼假如range range什麼東西呢 也就是這個數值 就是發射的數值 是不是大於 大於什麼 大於總數值 好大於總數值 那就去做什麼事 就是去做剛剛補約那一大段 好去補約 你要找對不對 你要找那個菜籽 我自己在把家 你要找菜籽 一樣選擇 剛剛的game over 好 你幫我寫一個那個 好game over 我回去 我回去來套 我只要幫你試一下 那這個omen 就是剛剛的這個 我們剛剛有設過的 就是一個 可用controller 好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有關卡的前前後後的問題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到關卡一去 然後很快速的 我們就把十八指占給你收完 哪個是第一次 懂 好這個時候你去看 你沒有指標 沒有滑鼠指標 那怎麼辦 你就沒有辦法按 在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滑鼠指標 叫出來 因為這個關卡 我們一開始前面的時候 就要設定它 沒有指標 然後到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有指標 所以剛剛有跟各位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做這個指標的控管 我們可以在這個 controller的地方 就是這個 關卡 好 剛剛的那個 第一個關卡 Level 這張 好 每一個關卡呢 它都會有這個 部分 就是那個 Level 部分 好在Level 部分部分 我們不做這件事而已 市場我們還可以再去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設定 它有的指標 好 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它 是一個 controller 我們剛剛 在這邊 也是一樣 同一個controller 好 一開始 因為這個關卡不需要 有科手 所以我們一進來 就設定它 沒有科手 然後在game over 的地方 在game over 我們在這個 character的地方 要去顯示 Vidget 那我們必須在顯示 Vidget之前 控制那個科手 這樣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 一樣我們可以利用 一樣我們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 修 猫 可手 就第一 好 再修 猫 可手 一樣 還有 我們把這個 向後 好 一樣它需要 有一個controller 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在這邊 有取得 一個controller 這個時候 我們要打勾勾 讓它有科手 這樣子的話 我們按 很快速的 我們把實格子 再入口 打完 好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就有這個指標 就有了 這個時候按 return 就要 所以各位要知道 就是控制 科手的問題 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來 你看看 Level 2的做法 也是一樣 按 推格也是一樣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完成了一個 關卡 很完整的切換 從 主選單 進來 到game over 到game over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你自己再決定就可以 分數的燈載 然後 類似點檔的製作 大概是說 我們利用這樣的過程 學習的一個 關卡遊戲 的圖形 讓各位在整個 數位系的學習過程當中 去理解整個遊戲的製作 好 那這個是有關 我們這個學習的部分 那接下來 跟各位說明有關 考試的內容部分 好 考試的內容呢 本來是不想讓那些沒來的人 又牽到的人聽的 不過沒關係 還是讓他們有一點機會 好 好 好 首先要完成的 總目標 我先總目標 總目標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今天的這個活 也就是說 我需要有主選單 所以呢 那各位為什麼主選單不見了呢 好 各位要記得 你必須 你必須 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 設定的地方 有一個 project setting 好 project setting 的時候 有 meta and mode 這個地方 可以寫嗎 可以寫嗎 好 各位注意看 這邊有 兩個 一個是 editor startup map 另外一個 是 difficult map 好 我們把地方 map 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剛剛的 就是那個 有一個叫做 manman 我記得我的名字 叫manman 好 這樣子的話 當我按 play 不管我在哪裡 他都會出現 第一個關卡 好 等一下 讓我幫我們 請教 好 請教去做設定 好 這邊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當你編輯一打開的時候 想要是哪一個關卡 你也可以指定 譬如說 我打開 就想要出現在這個 manman 那也一樣可以 就是 這樣子的方式 好 這個時候 當你如果去做 發布等等 他就會是啟動 在剛剛那一個 關卡上 那當然 這邊 當你要去Packet 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 平台 那因為 發布到行動版 會有一些 比較技術性的設定 那到window 就比較沒有 說像那個樣子 需要很多的設定 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開一個 一般我都是開一個資料 只要叫view 來放那些Packet的東西 大部分我都是這樣做 那如果你要Packet 那你必須要記得就是 那個關卡的設定 一定要設定在你的起始關卡 那如果你是在練習當中 你必須切換到那個關卡去 不要讓剛剛的 不要這樣 你必須切換到那個關卡 按Print 它才會從這邊進來 這個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整個期末的project 就是要從這個地方進來 然後至少有兩個關卡 一個結束 那也有背景 那到第一個關卡 你有自己的設計 但是一定要有game over 什麼樣子的方式去game over 不一定說子彈打完 比如說有十個目標全部打掉 但是做game over也可以 那雪條 就是說你有多少裝備也可以做雪條 那雷射光速一定要有 評分標準 雷射光速是一個重點分數的地方 然後關卡 剛剛的關卡設計也是 還有就是這個結關條件 這個結關條件也是屬於評分項 而且要能夠按再回來 也就是關卡切換會是一個評分的重點項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的雷射光的特效也是重點項 這個雷射光以及爆炸特效 剛剛的撞擊的這個爆炸特效也是屬於評分項 那在關卡裡面 你要有自己的關卡建築物 至少你要有自己的建築物 所以整個建築物就是其中好就已經有做過了 把那一段也納入進來到評分項目 在場景上要有可以被打退的有固定的物件 可以打退的物件就是像這一種 剛剛有講過的可以撞擊以後 它會有反應的這一種 那所有的專案大概就是有這幾個評分項 剛剛談過的重點的評分項 各位要記得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關卡關卡的選單切換 這是一個重點的評分項 第二個雷射光速 因為雷射光速裡面涵蓋的特效 所以雷射光速是一個評分重點項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的這個計分板 就是計分系統也是一個評分項 那這個物質 就是可被擊退的物質也是一個評分項 關卡場景也是一個評分項 總共有五大評分項 這五大評分項就是六位要角交的專案 那角交專案怎麼講呢 下一週角交的時候 帶你的行動點過來 把它複製在我這一台電腦上 那個時間點我下課的時候就會收走 上課的時候我會把這台電腦打開 打開以後我會把這一個資料夾放著 就是在我要把這個行動考核資料夾打開 然後我們這個班是A班 所以各位要把你放在這個地方 加州黨要用你的學號為名 加州黨要用你的學號為名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用你的學號 好 那為了要能夠讓我很快速的認出你的學號 所以你在Main Menu的地方 就是在主要的Widget Main Widget這個地方 左上角 用一個Tax 打上你個人的學號 在你的左上角 這樣子我才不會改做 所以每一個Main Menu的地方 Widget的左上角 位置大約就可以 不一定要很精準 大約在左上角的位置 留下你的學號 這樣子我就不會改錯了 好 這個就是有關我們整個期末專案 那你必須帶來這邊教 法戰爭專案 好這樣子 啟動以後呢 我先關起來 對 好 因為我必須關掉整個專案 才可以告訴我 不知道為什麼 好切換到你的專門資料夾 然後呢 把你的整個資料夾複製 就是壓縮 這個時候直接壓縮就可以 壓縮成為定款檔案 好 用你的學號 你沒有上 這個一定要用你的學號 這樣子 你就可以壓縮成為一個如意檔 那因為每一個檔案都非常大 因為你們會用 那個 大家不要用那個Widget的 那個STAR CONTENT 好了 因為 用那個STAR CONTENT會很大 因為我沒有要各位做那個破裂 所以就不需要用STAR CONTENT 記得 你就不要用STAR CONTENT 否則的話 它會 像我這邊就700多米 如果沒有STAR CONTENT 大概300米以內 所以你啟動一個新的專案 不要用STAR CONTENT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啟動的專案的時候 你要用一個新的專案 不可以用原來救的專案給我 你在啟動新專案的時候 就沒有STAR CONTENT 因為我沒有要各位做破碎型的物件 所以你不需要去include那個STAR CONTENT 重點在這裡 因為 如果你在這邊 你有一個New Gap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第一人稱 所以你可以選擇第一人稱 但是呢 不要去用這個STAR CONTENT 你要用 No STAR CONTENT 因為我們不會用到STAR CONTENT 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用No STAR CONTENT 來做 然後記得 你自己的專案 要放在你自己的資料夾 否則 你有可能會找不到 你自己的東西放在哪 要記得 你這樣放 王文件你不記得 我可以不用上 這樣子 你在做完自己的東西以後 壓縮成為一個檔案 那壓縮成為一個檔案之後 我當天你只要帶你的優點來 然後呢 覆制到我開放的這個區域 因為這個題目 不要幫我關掉 我當天會把這個桌梯打開 把這個資料夾放好 你來的方式 只要把你的檔案貼上 後來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你必須要看到你自己的檔案在這裡 然後不要把別人的東西抠走 在地上不能抠走任何人的東西 因為我下課 我肯定就收走了 然後我會把這邊完全刪掉 我可以收著 這裡就肯定刪掉 好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這個學期的方式 那考試週當天 我還是會來這裡 沒有任何問題 還是可以來跟我討論 那為了不影響各位的其他科目的這個考試 所以呢 我們在下一個禮拜 就是提前一個禮拜 就會收各位的這個期末專輯 好 大概我們整個期末專輯的過程大概這樣子 那考試的題目 我今天晚上就會公佈 和大義就如剛才跟各位說明一樣 跟大義就如剛剛說的 一樣 好 今天就先到這囉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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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